哈囉,我是江江 我今天來介紹這台火箭狂雷 你在戰爭商店購買的話,我看看多少錢 288萬,就是批發價格 解鎖的時候你可以購買它 那383萬的話,就是有錢可以直接購買 這樣子差了多少錢? 差了10萬塊錢 欸,到底多少? 15萬喔 總之呢,會有些折扣啦 如果你解開那個任務的話 那這台車的特色就是它後面有個火箭 然後你按下那個L2 喇叭那個按鈕的時候 它會沖一下 很短暫的沖一下 就是最好是附近沒有車的時候這樣做 不然你會失控喔 我們來試一下吧 我們先標一下這附近的那個改裝廠 OK 我們開過去囉 按一下喇叭的話,它會像這樣子 如果沒有控制好的話,它可能就很容易撞到東西 它除了火箭噴射之外,它沒有其他的附加功能 然後中間那個火箭就是要再擠氣一下 擠到滿的時候呢 它就會出現那個 像這樣子 你就可以再按一次 然後需要集氣的時候它就是黑的 喔 真的難控制 我們來改裝一下囉 哇 已經撞到快爛掉了 呃 修理再具要一萬塊 好,很好 office 呃 護具 呃 升級100% OK 呃 煞車 車燈 套件 全滿 yes 顏色我就先不換了 我先改顏色,噴漆顏色 我主色調顏色換一個亮金屬的 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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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啦 我覺得這裡用金屬色吧 比較深的顏色 因為我的車子算是比較亮的藍色 它用比較亮的色的話其實 這樣看起來好像還好啦 把它用金屬的顏色好了 不優 深藍色再搭配淺藍或深一點的藍色 就是...我看看 紅色其實也OK 但藍色的對比色是橘色 我要試試看橘色 橘色 嗯...我還是想要低調一點 我來用個比較暗一點的 深色好了 深色系列 像這樣子 這樣車體有一致性的感覺 好啦 暗夜藍 先這樣囉 然後...呃...炫吊系統 改到低...呃...比較最低的那個 靜速級的炫吊系統 好...渦輪...調節 車輪類型嗎?我想看看 用... 越野車 因為剛剛試車覺得都還不錯 呃...換一個新的好了 好啦...挑戰者 輪胎款式嗎?用客製化的 強化輪胎 燒胎煙霧用藍色 車窗用淡色煙霧 OK...改完囉 欸...我是不是少了什麼東西 我的車燈沒改到 這個顏色用藍色囉 嗯...亮點藍色好了 電子藍 因為我車子還算蠻深的 如果他用比較... 深的藍色的話 就好像跳不太出來吧 好...電子藍 好...先這樣囉 出去試一下車子 哇...天亮了耶...太好了 哇... 漂亮喔 哇... 他的聲音還蠻像電動車的 因為... 他沒有那種馬達很大聲的那種聲音 喔... 超難控制的啦 我車子馬上就刮花了 喔... 天哪 哈哈... 哇哩... 我要先去回去修車 衝啊... 喔... 哇... 哇哩... 馬上翻車 馬上翻車 我很好奇一件事喔 就是... 如果我今天啊 這樣子 在...他們... 靠近一點的地方 按... 哈哈哈哈 喔... 歐買個...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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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是我殺的 哈哈哈哈... 我先去改車 OK... 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囉... 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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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再見